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美国两党对于中共的态度 而其中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 出席了美国共和党全代会演讲 他强调中共是人类的公敌 而总统川普的演说 拒绝共产和马克思 并且频频提到中国 也强调在连任后 要坚持追究中共对疫情的责任 而另一个观察面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美国民主党的党纲 移出了一中政策的文字 而共和党是重申对台的六项保证 而当台湾内部先前出现了一些声音质疑 美国盟友的决心 美方驻台AIT一周以来 是频频的密集表态 史上第一次处长丽英杰 首度到金门来质疑823炮战 并且还频频的主动公开了 台美军事合作的照片 而另一方面 美台也发表了5G的共同宣言 AIT的处长还喊出了 美国价值就是台湾价值 而正当2020的大选 短兵相接 美国国防部长正亲自访问印太区域 来号召各国来对抗中共 两位来宾为您深度的解析 一起来掌握关键的要件因素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剧长 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科技产业专家杨瑞玲总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两周各自四天的全代会落幕 而川普的民调 在六大摇摆州迅速上升 可能在9月出现黄金交叉领先 先请教石板先生 您怎么看 这一波两党的造势交锋 尤其是在中国议题的关注点上 川普的竞选十大纲领 对中政策就占了一张 而川普本人还有阵营轮番的上阵 来交代对中的政策立场 而相对来说 民主党的全代会里面 其实中国议题出现的次数不多 而且拜登其实一直很努力 要甩掉这个亲中共的一个形象 但是他的演讲只提了一次中国 您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拜登 他现在这次美国选举 其实是在川普的一个人的选 一个人在选就是说 有的时候他给自己加分 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失分 所以说投川普的人是喜欢川普的 不投拜登的人是讨厌川普的 所以说这场整个主角就是川普一个人 那么最近看民主党的表现 就很明显就是比如民主党的政策里边 把一中原则撤掉了 但是拜登他好像并不是很明显做出这么表示 就是民主党和拜登之间也有一些切割 也有一些不同的方向 因为我感觉的话 就是说拜登基本上 民主党已经进入一种败战处理的状况 比如说棒球比赛已经10比0 10比1 完全不可能翻盘的时候 可能就是派一个年轻的投手出来以后 就叫败战处理嘛 反正这场打不赢 我们想今后把我们的就是好的选手 让他们保存实力 不让他们太积攒疲劳 让他们先换下去 民主党基本上我觉得这一次的 怎么说呢 美国大选特别是这两个大会结束之后呢 基本上胜负已定了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作为日本媒体的话 四年 但是现在看美国的民调 好像还是各个主要媒体 好像拜登还在领先 但是其实呢 他们这套把戏已经 四年前他们玩过一次了嘛 美国的左派媒体是讨厌川普的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手脚 让大家都以为 这个川普的支持率并不高 那么四年前他们做过 我们全世界的媒体全被骗了 那么今年呢 他们又开始玩同样的把戏 而且今年和四年前比起来 有一个巨大的不同 就是说上次的希拉里 这个候选人 要比现在这个拜登的能力要高很多 那么今后要展开 就是说总统大选的变轮比赛 那很明显在口才方面 在政策实行方面 在理念方面的话 这个川普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口才非常好 那么经过几场的这个变轮大会之后呢 很可能这个川普就会遥遥领先了 那么这次选举的时候呢 川普他是很明显的 他的选举的纲领 和他四年前的选举纲领比起来的话 他是四年前呢 他就是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么做了很多 比如说关于墨西哥的移民的问题 还有很多包括和日本的一些 这个贸易顺差或者是很多 其实他的当时呢 他的这个主要政策 当然也有中国了 也有人民币问题 也有一些贸易顺差问题 但是基本上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 要让美国 看只看美国 让美国怎样再次伟大 但是说呢 通过这四年 他的选举的过程之中 他看出来了 阻碍美国再次伟大的 最大的阻力还是中国 所以这次他的选举的主轴 其实当然有疫情 有经济 也有最终政策 其实归根结底说起来 还是主要是最终政策 那么如果川普当选之后 川普这个人 基本上我们看他四年前的 选举的公约 和后来当选之后的公约比起来 他基本上 除了墨西哥的墙 只见了一点点 剩下的公约基本都实现了 那么他是一个 这个有言 这个说出话 一定要实现的 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那么所以说呢 今后四年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川普和中国 也是中美的对立 还会长期化 是 其实美国呢 目前在全球推动一个 不受中共和极权威胁的 这样的干净网络的概念 特别是5G 那美台官方在周三发布了 台美5G共同宣言 包括要提升呢 全球对5G网络的风险认知 来共同发展 5G的标准 准则还有最佳的实物 而这也公然的意味着 台湾几乎是跟五眼联盟的 主要国家在同步 要全面应对这样的 复合式威胁 而同时呢 也暗示着台湾有 很好的供应链 将会联动的市场参与 还有产品开发 还有供应链重组的参与机会 那么欧洲的捷克呢 是台湾科技业 在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捷克议长 下周要访问台湾 在国会演说 而美方的AIT呢 将在台湾核办一个 理念相近伙伴 供应链合作的论坛 我们请教 杨总经您怎么看说 未来在布建 这样一个全球干净网络 台美整体大方向的合作趋势 乃至跟日本 澳洲 欧洲的一些新机会 那么这个会如何带动 台湾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动能 我想补充 不只是五眼联盟 现在其实美国 当然也包括了日本 甚至印度 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台湾 其实都慢慢慢慢 希望能够架构在 它整个五眼联盟 扩散出来 整个的那个生态系的 一个范畴里面 其实您刚提到 那个5G共同宣言 其实是来自于 就是去年 2009年去年5月份 在布拉格 有一个5G的安全会议 然后那这个会议之后呢 它有提出所谓的 叫做布拉格提案 这个很关键 就是他们希望 这个提案里面 特别提到就是 未来希望5G网络 能够建构在 第一个叫自由的环境 公平竞争的环境 还有透明的环境 最主要就是 法治的基础环境 所以这四大的基础环境 已经很鲜明的点出来 就是我们自由世界国家 所主要的一个 一个未来所谓的 干净网络的诉求 那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 也绝对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商机 我想有几个构面 跟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 大家分享一下 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各位观众知道 就是未来的5G 整个应用环境的发展 已经不止止是在 所谓的B2C 5G的智慧手机 给我们一般人民来用 其实未来的5G的网络 它必须甚至它最大的一个 很重要的潜在的应用 相对于3G 4G的环境 5G很大的一个新型应用 就要进入到很多重要的场域 垂直的应用场域 那这垂直应用场域 对我们台湾 谈得比较多的 一个就是所谓的智慧制造 要进入到工厂里面 第二个就是 所谓的智慧医疗 要进入到医疗院所 我就举个例子 其实台湾已经有一些重要的业者 希望他们能够把5G的网络 导到他们的所谓的厂房里面 希望能够真的利用5G的网络环境 帮助他们去让产能 让良率能够不断提升 最具代表性就是台积电 所以你们看一下 如果一个5G的网络环境 不干净的话 进入到一个公司 有那么多机敏资讯的 一个公司里面 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 他们在推那个所谓的 5G的干净网络 真的是一定要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我必须要强调 当然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进入到很多的一些场域 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多 产生很多台湾的网通业 半导体或者晶片业 还有甚至包括过去传统的 个人电脑业 工业电脑业 都有很大的一个商机 这个商机来自于说 过去我们讲3G 4G环境 大概就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云端 一个就是所谓的中端 过去大概在3G 4G时代 在整个基地台的部分 台湾的业者大概比较少 能够有掌握到一些商机 顶多就是大概大部分都在中端 智慧手机 然后当然在4G的时代 已经有一些业者 掌握到所谓的一些 云端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伺服器等等 但是到了5G的一个环境里面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我们讲说 一个技术也好 或者一个新的商机也好 就叫做边缘运算 英文叫Edge Computing 边缘运算其实涵盖了 从云端到终端过程当中 它可以非常弹性的做 很多的一些事情 边缘运算讲更简单一点 它其实就是人工智慧的功能 进入到边缘运算 可以做到过去很多东西 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4G的时代 边缘运算大概只有一个 很重要的产品 终端就是智慧手机 但5G的时代会有很多 创新的新兴的一些 边缘运算的设备会产生 不只是智慧手机了 包括了我们讲说自驾车 包括我们讲说ARVR 包括了我们讲说 甚至你说一些无人机 甚至还有很多很多 未来我们很乐界 也一定可以看得到 就是很多新创公司 会不断的利用这个 边缘运算这样的一个发展 创造出来很多新的一些载具 让很多AI的功能以后 就不用所有的决策 通常跑到云端去做 它基本上边缘运算 很重要概念就是 决策能够下放 一下放以后边缘运算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 新的一些产品 新的硬体 新的软体 新的晶片的机会 所以其实国内 基本上包挂了我们传统的 PC伺服器的业者 工业电脑业者 半导体业者 其实都非常关注 这个大的趋势 而且更主要就是 这些都会进入到 我刚刚讲的重要的场域 医疗院所也好 我们制造业也好 那所以也就是会有 很多重要的制造业 来定义边缘运算 所需要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个 基本上就会带动很多 台湾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我刚刚讲到说 不只是五眼联盟 还包括我们台湾 日本印度等等 其实在整个5G的 一个发展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干净的网路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当然不只是 有这样的一个宣言 还包括了他已经有很多 实质上的一个动作 怎么样让真的5G的网路 能够又干净 又透明 又在法治基础之上 所以美国它基本上几个 几乎是领头羊的大公司 一起组织了一个联盟 叫做OpenRAM OpenRAM它其实中文来讲 就是所谓的开放式的 一个无限存取的网路 领头羊有谁 AT&T Verizon Dale Cisco Microsoft Qualcomm 其实不只是这些 Oracle 都在里面 然后只有一个现象 很明确的讯息 去中 没有任何的中企 是有机会能够参加OpenRAM 但是台湾已经开始 慢慢跟美国的OpenRAM 有很多的借鉴 还不只是美国的几个大佬 日本的福基础 NEC NTT 都被邀请 所以我觉得其实五眼联盟 它的未来的整个的一些影响力 会不断的扩大 那很有幸的台湾能够被邀请 开始跟着美国大佬 一起去做这个5G的干净的网路 所以我觉得这很关键 最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讲说5G的干净网路 跟着美国大咸的想象 已经有一点了 跟着美国大咸的脑路 一起势 那么快沸